今天我們伸展一下大腿後面肌肉 在伸展前,我可以多一點讓你們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 令你在伸展過程,懂得如何一步步調整身體 可以比以往認識多一點後,就容易掌握和伸展 容易伸展到後面肌肉 以往,可能你也試過,當我們伸展後面 坐在那裡,當我在地上或坐在椅子上也好 可能伸直後,我就去伸展 一去到前面,很扯,背部很扯 我們整個背部很扯,但是有很扯的感覺 總之不知在那裡,總之我去不到 當你去不到後,你又想去前一點 很前後,你就會更加扯 你不是勉強自己的動作前,其實都會扯的 所以勉強,你就是在很扯之下,想碰到前面 在這個過程,其實我們都要加多一點調整 將它集中在大腿後面的肌肉 以及周邊的配合,令到我們剪的過程 都順利地伸展到它 首先,或者我講一下小小的概念 其實我們全身大大小小的肌肉 差不多有六百多條 六百多條,六百多條 其實差不多有八十對的肌肉 是八十對,大概多 那怎樣八十對呢? 即是說,老鼠仔 其他的合作者,即是輔助大家互相照應的 就是手臂後面的肌肉 當我練老鼠小的時候,怎樣練呢? 用牙齡一邊舉著,一邊出來,一邊出來 其實當我拿上來的時候,那個老鼠小的肌肉 是正在出來了,而縮短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是穀起了 那他的partner,即是我們的手臂 他是知道我們是想不斷將它用力的 他亦想幫我們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心理反射 就是當我前面出來,後面想滿足我前面的動作 而很自然,拉長多一點點給我 是鬆多一點點給我 令我在前面的出力,縮短肌肉的滿足程度更加高 而這一個方向,就是套用在我們大腿和後面的肌肉 又是一對之下,去完成我想伸展大腿後面的肌肉 好了,這是其中一樣 其次就是我們在這個過程是要緩慢地進行 怎樣緩慢地進行呢? 因為當我們做伸展的時候 是不可以有太強烈的動作出現 因為當我們其實很刻意去做 一身做這個很快速的動作 其實身體是很自然有個神經反射 令到我們去不到的 因為它都是想防止我們在一個突然之間的速度之下去阻止我們 因為不想我們受傷 所以你可能在一個很快速度之下根本是不去到 或者已經在這個程度之下已經阻止你 形成你就是去不到去不到這樣 這個是很強烈,包括你痛的出現 或者扯的出現 這些都是 那我們怎樣避免刺激到這個神經反應給我們呢? 所以為什麼要緩慢地進行 不要讓它發現到我們在伸展當中 所以有時候可能你都會看到 伸展為什麼是這麼慢的,這麼慢的,這麼定的,很悶 伸展如果是要有進步的,就是要這樣過程 所以可能你會看到有些伸展 可能它差不多去到一個小時,或者一個多小時 因為它會將整個身體伸展完全打開 如果你說十幾分鐘的伸展呢 是適用於你準備去做一些很加強的運動狀態 包括可能你準備去舉重,或者準備去跑步 要有那個運動的效果,要有速度性的 要有力量性,要有太多的伸展呢 因為如果我們在往後再繼續做一個運動 去參與進一步,要有速度性,要有力量性 如果我太多的伸展呢 都會令到它完全軟了之下呢 那就會影響運動的表現 所以如果在我們真是 我想完全將人鬆開了,所有關節鬆開了 是完全伸展開了 我們就要讀下去 我純粹是想那天 我什麼都不做了 我只是想放鬆,減壓,拉開,鬆開整個人 那你就可以去到差不多一個小時以外 都可以 當你練完之後,你的身體完全鬆開了 所以這個時間呢 你都要自己分配 如果你是 我純粹以好一個簡單伸展 可能幾分鐘 是準備去 可能我準備跑步 準備去做中癮訓練 任何項目 那你之前的伸展呢 都不需要太久 熱身之後再少少打開 所有關節,肌肉等等 所以都要自己去安排 現在我所說的 假設你準備一個深層的關節伸展 以及肌肉 將它全全打開 好了,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大腿 那個問題都是在我們聽了 我們老鼠仔收縮 而後面當我們完成 我們每一下的收縮出力的狀態呢 它就會鬆一點點 那在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都套用回大腿後 好了,在伸展之前 我們起碼認識了兩樣東西 就是我們有一對對的肌肉 以及我們肌肉裏面 有一些神經的反應 所以我們都知道 就是為什麼我這麼緊 或者我怎樣去改善了我們的肉人度 好了,第三樣 我們就開始要了解我們的姿勢 如何去最適合 我們大腿後面伸展的肌肉 首先,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兩個方式去伸展大腿 就是雙腿和單腿 當初我們做伸展的 就是單腿先 無論我坐在椅子好 有東西浪的 或者我坐在地上好 當然最初戀的 最穩陣當然是在地上 左前面這隻腳的時候 我們都要做少許功夫 包括我們那個腳板 要向前面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理會它 所以我伸展大腿後面 所以很多時候就放鬆了 其實我們最理想的伸展就是 因為我們說明家 這分鐘是想深層一點去伸展 包括我們周邊都要配合 即是說周邊的範圍都要拉開 所以我現在都要把腳板向前 腳趾向前 當我做這個姿勢的時候 小腿有少許拉斜 好了,到大腿上 剛才說過 我們是有一對對 而我們剛才說的 保持水和手臂 現在大腿同樣 我不是練大腿 但我要做一個收縮狀態 即是說我膝頭哥要提起 一提起 其實你已經感受到大腿上 實實的 就已經做了這個過程 但不需要擔心 就是你做的過程 可能沒有理會放鬆了 只要你定息的時候 逐個部分提起 有沒有調整到這個動作 就已經可以接受了 好了,當我提起了之後 現在這分鐘起碼知道了 你可能初初你會走 你就練多幾次 將膝頭哥練習 抽起,抽多一點 一抽的時候 上面是退起了 即是說大腿肌肉是有些收縮了 這個過程其實後面 都已經有少許放鬆了 好了,我們接下來 就是講回我們上面的位置 因為我們在前面 之後我們就兩隻手 牽引身去前面 這個過程 我們要記住 沿河的椎 完全要直至下 因為剛才說過 當我們做伸展的時候 如果想集中在某一個位置 周邊的範圍 要配合它 都要完全打開 在之下做伸展 所以我們背部的肌肉 都是要保持連織的 就不是彎的 那我們怎樣做呢 好了,收腹 向前 這個向前的時候 其實想深層一點 達到最好的伸展狀態 其實要加上呼吸 因為當我們吸氣的時候 將人拉長 之後呢 呼氣 其實每一下呼氣 心理反應都是一樣的 整個身包的肌肉 都是放鬆的 就在這個放鬆的期間 我們將會向前 一路呼氣一路向前 但是這個動作一定要緩慢進行 因為我不想刺激到我們身體 肌肉裡面的反應 告訴我們 將我們的肌肉鎖回頭 我們一路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少 比以前更少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完全集中在大腿後面做伸展 所以我不介意你 純粹一點點 我已經覺得很扯 已經可以足夠了 不需要做這些動作是多了 而我未達到完全集中在大腿後面 還有另一個關注的就是 當我做 為什麼不要把人捲起來去做呢 因為當我們捲起來的時候 其實後面做伸展 這個都是一對對的肌肉 當我後面做伸展 拉開伸展的動作的時候 前面就收縮了 包括我們的腹部 胸部的肌肉完全收縮 那會影響什麼呢 影響呼吸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 你都會看到其他人 跟你分享伸展的時候 挺胸 一路向前 其中一個意思 好了 我們在伸展的過程 我們已經有幾件事知道了 有配對 有神經的反應 要避開它 要姿勢的調整 呼吸的調整 所以在整個過程之下 我們都 為什麼 你看到 雖然人是正直 其實是內裡在動 好了 我們就做一次 你可以首先看我做 每一個位置去調整 我們就開始動作了 一隻腳 收起來 身體微微拉向前面 好了 腳調整 腳板向前面 腳趾向天 膝蓋抽起收縮 身體 吸氣拉長 向前方 兩手向前 好了 吸氣 呼氣 呼氣同時 我們要留意 腹部收起 如果不是 肚子 肚子會頂著自己 留意 千萬不要被背部 肌肉捲起 好了 到這分鐘 覺得 帶到後面 自己 那我是否要捲起 不要 因為我要 有一個順暢的呼吸 讓它吸氣 呼氣 我寧願你現在 小小腹部 不介意的 靜止 那我容許你哪裏可以鬆 頭 鬆一點 把情緒平穩 我們正在想 大腿後方 那 就 逐步查一下 我自己的心 在看 究竟腳底有沒有依然向前 腳趾有沒有向天 膝蓋有沒有向天 膝蓋有沒有 將令到各個大腿收縮 沒有 抽起它 好了 腹部有沒有收起 有 好 那個胸部有沒有挺回 不要讓它 背部捲起 都有 這樣就定式 保持這個自然風吸 好 我們怎樣緩慢 再多一點 吸氣 再呼氣 呼氣 呼氣 這個當中 我們肌肉有機會再放鬆 我就 小小再向前 但留意 當我背部一捲起 即是說 你不要再去 我寧願你保持 仍然是直的 因為我們是在周邊的範圍之下 要完全打開 才可以集中了 在感覺到的大腿後方 正在做伸展 所以如果你吸氣再呼氣 一去的時候 你發覺到開始自己 縮頸又縮脖 躲起胸部 就不要再去 純粹去回初步